2014年鳳子成婚的港星劉凱威及內地女星楊蜜 自去年起就屢傳婚變 先是楊蜜和李懿峰傳出飛聞 女方不斷滅火成親 沒有想到9號換成劉凱威被抓包 深夜蜜惠童劇組女星王歐 兩個人更在密室共處了長達4小時 讓婚變的傳言再度盛消成上 據全明星探報導 近日都在新疆拍攝《莽荒記》的劉凱威 和王歐已經是第二度合作 當天恰巧是劉凱威生日 王歐還替她戴上了生日帽 當晚劇組就在王歐的房間聚餐慶祝 沒有想到劉凱威隔天晚間8點多 又悄悄溜到了王歐的房間 而且一待就是4小時 直到凌晨12點多才離開 而且離去時劉凱威小心翼翼 確認沒人才又回到自己的房間 這4小時的密會 兩人到底做了什麼起人疑鬥 雖然劉凱威的經紀人緊急澄清 兩人只是在對劇本 更指劇組人員也都清楚 這是工作的常態 然而有眼尖的網友發現 劉凱威進入王歐房間時 廁所和房間的燈都還開著 出來的時候 卻只剩下了廁所的燈亮著 房間的燈已經熄滅 網友紛紛質疑 誰會關燈看劇本啊 還是兩個人在廁所對戲呢 而對於丈夫疑似出軌的傳聞 楊密九號在機場現身時 底調不回憶 好